大家好,又是我星星的職人吹水 大家好,有看我做海鮮和河鮮 那些烹飪影片,我都常常強調一件事就是要吃時令的 一般春天的時令魚,淡水魚,邊魚,鯪魚 游泳的海產,西貢尾,現在開始最多了,開始慢慢天氣熱,有些魷魚 吃魚吃時令,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它時令的數量自然多 多,它一定會新鮮,漂亮,最重要是價錢便宜 這次價錢便宜,大家要認認這隻魚 一看下去,就像淡水魚的白質 不是呀,不是淡水魚,每個人都煮淡水魚 你不要煮淡水魚,煮淡水魚 這是鹹水魚 一看下去,就像蠟魚,不像蠟魚 泥蠟,泥蠟又不一樣,泥蠟沒有鱗,有鱗 這條叫黃魚,沒有一塊黃色,不是黃花魚,但是叫黃魚 這類的黃魚,價錢不貴,不是經常有的 如果有的,我建議大家嘗試買來吃一下 這什麼價錢呢?20元一斤 都是一般海魚貓魚的價錢,有什麼貓魚呢? 那些雞魚啊 雖然說,這些黃魚價錢不貴,肉質相當鮮甜 還會比美是鹹水的鯪魚的肉質 當然,它有鯪魚的特質,就是說 它比較多骨 但是它的骨,它就沒有鯪魚的 就是你一定要起骨,或者打魚肉 那麽慘口,這些小骨就會比較軟 如果一般喜歡吃魚,特別喜歡吃這些魚,是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沒嘗試過吃這類型的魚,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方法 首先,我先買個關子,這類型的魚 這類型的魚,回到來,我們就二話不說 我們有約3湯匙的鹽,醃去2-3小時 如果有魚當雙熟的,你可能買了,你叫老闆,順手拿一堆鹽 那我們就輕輕醃去 這些魚,每樣都好 唯一一樣不好,就是老闆不會幫你湯 那我們就不要緊,我們就醃好 醃好之後,就放在冰箱裡 至於今天,有什麼方法跟大家分享呢? 我什麼時候都說,炒到什麼,做什麼 炒到一條蔥,這次的收視就全靠了 黃魚醃了約3小時,在冰箱裡拿出來 醃好之後,先煎鹹鮮 這些小條魚就... 醃了約2-3小時就已經很夠味了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拿尖刀出來 最艱辛的步驟,就是跟它打輪 因為賣這些黃魚,99%的老闆 他都不會跟你們湯的 因為不是貴的,我們就刮一下 當鱗鱗打得七七八八之後 我們就去湯了 鱗鱗是不是要打得很乾淨呢? 這條魚不需要太乾淨 你黏著這麼多鱗鱗在這裏吃都很好吃 如果我平時自己做,我連鱗鱗都不打 我醃了它,就整條炸了來吃 很好吃的 現在我們就拿剪刀出來 也是很簡單的,我們在魚梳裡打開了 然後沿著這個位置,然後慢慢剪刀下去 這樣剪刀出來 這樣就剪刀出來 也是很簡單的 現在就把內臟的魚梳都清掉出來 黃魚把內臟的魚梳都清乾淨之後 然後我們在肚子向下 就要把它清乾淨 不單要把它清乾淨 還要把它清乾淨 讓它清乾淨 然後我們看看我們的主角 原本就在冰箱裡插出來 相當之殘忍的 浸了幾個小時之後,現在很漂亮 我們的目的就是切一點蔥花去點絕 因為吃這些黃魚仔 它本身就已經很好吃了 鹹鮮 這樣煎了 就已經是相當正的了 主角準備好之後 看看配角 也是水份吸收了一段時間 這些黃魚仔裡面有魚乾 如果喜歡吃的話 就可以保留它 但是我們還是要把它清乾淨 我們抹到怎樣才行呢? 我們要乾身,要乾到黏手 剛才也說過了 這些黃魚好吃好吃 但是它有很多幼骨 我們要怎樣處理這些幼骨呢? 我們就把刀拿出來 我們在背部這裡 我們就慢慢開 這樣開多少呢? 就像切魚片雙飛一樣 其實你把刀放下去 你會感受到切開骨的聲音 就是這樣 慢慢切斷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解決了 它裡面的幼骨 開到怎樣才可以呢? 讓大家看看 開到這樣才可以 然後這邊的做法也一樣 很簡單 很簡單 就像切雙飛一樣 聽不聽到聲音嗎? 你一到刀放下去 它的骨 它是不太硬的 當你吃到一兩次這些 你會慢慢連筆你也算了 這條是第三條 我們做法也是一樣的 好像開雙飛一樣 全部都開了 剩下那條 有輪的一條 我就不開了 最後一條都切完了 切到無樣 那是否代表我們不需要理骨 又不是 因為在胸部也有少許骨 吃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黃魚仔準備好之後 這邊就事不宜遲 我們拿一個尖餅出來 我們先燒熱它 當尖餅熱了之後 再加兩條油 然後我們調小火 我們一條一條放進去 首先是最大條的 不用太心急 然後放進去 我自己也是一條絲火的 當然是放到最後 有輪子 炸它很好吃 放手之後 再加上中火 煎魚也是那一句 對呀 蛇咬也沒動 雖然是容易結鑊 但也不是說代表它不黏底 我們就均勻把它受熱 煎到它兩邊金黃色就可以了 保持著中火 你說它會不會黏底 又不會黏底 其中二字幕的好處 煎了兩分鐘 我們就裝一裝 差不多 就可以翻了 因為它這麽細條很快速 特別是你切開它 它這麽更快速 這樣翻了 對呀 這條沒有打量 什麼無量 看 最靚仔就是這條 沒有打量那條 就要悉心照顧它 因為它沒有切開 它又會比較橫熟 底面都約煎了兩分鐘 這樣就有燒香就可以了 看這條 看一看 這條煎得不錯 最後一分鐘就給它最大火 這樣兩邊就煎30秒就可以了 放一板去 然後黏在那邊 就差不多了 那邊也煎到香 現在就把它切開 簡單單單 香煎咸鮮黃魚 呈現眼前 先把主角放上去 20元 時令街牙 每次看到想買的魚 其中一種就是黃魚 喜歡吃鹹鮮的網友 就按讚 如果喜歡吃黃花魚的話 對不起,這次是黃魚 還是訂閱我 職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 麻煩你加入我的頻道 不如繼續吹水 已經在流口水了 我先吃飯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